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所见的RPM包主要还是二进制的 就里面里面的软件是不需要什么编译的是吧 可以直接去释放到相应的位置 它已经是编译好的二进制程序 明白 但实际上在生产环境当中 我们也会见到很多圆码包 也就是没有经过编译的包 那么这种包呢 就像我们上午那个阎王浩同学 去带大家简单看了一下这个C C的一个C程序的一个什么 简单的一个书写 然后以及呢 怎么去编译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我们知道任何程序 也不能说任何吧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NJX T-Engine 这些程序 大部分都是还有Apaq 很多都是C开发的 是吧 那我们需要把它们编译成二进制可执行程序 计算机才能够使用 才能够识别 这是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包的安装方式 也就是我们拿到手上的呢 并不是一个什么 最终的二进制包 而是一个圆码包 那这种包我们需要编译 而我们也看到 要想编译的话呢 需要用到一些编译器 编译器就是把我们这种 各种高级语言所写的程序 编译成什么 机器能够识别的代码 那这个时候这个编译器叫做GCC 编译器 明白 好 那我们下面呢 以这个NGX 或者是NGX为例 给大家去讲一下 怎么去安装 安装这个NGX 我们通过圆码的方式 当然任何一个软件 你都可以从官方网站 或者它的什么 圆码包 你也可以从像 EPL这些圆呢 或者它的什么 已经编译过的这种二精致的包 主要是以RPM的这种形式 进行打包和封装 好 首先我们来下载这个 进入到这个NGX的官网呢 去下载它的圆码包 好 我为什么打这么快 知道吗 不是 因为那个百度啊 显示一些烂七八糟的 啊 好像是我访问过似的 不是 实际上没有我的信息 啊 解释就是也是是吧 他就是我扛过的 哈哈 好 那各位看 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2017年7月11号的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什么 发布的一个版本是吧 其中包括稳定版 还有一个是呢 非稳定版本 主线版本 好 那这边呢我们主要下载的是 这个稳定版本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些 前期的一些版本啊 或者后期的一些版本都可以 好 1.2.1.2.1 就是他现在的稳定版对吧 我们点击 然后这边呢又有关于 关于这个什么 Linux的 还有呢 Windows的包 那当然下面我们 其实给大家看过 这个是阿片包是吧 而且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 他官方也提供了一个 YAM的圆 可以方便我们使用YAM的方式去安装 对不对 好 那这边呢我们下载 好 大家看到我光标指向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下面是链接了吧 所以我个人比较习惯 复制一下链接 而不是把它搭上来 搭上来也可以 这边呢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装 WGET吧 大家也看到我们请求一个ITDP的时候 它的响应是一个200的响应 对不对 我让大家去看那个ITDP图解啊 对200这个概念应该知道吧 好下来了 这是我们NJX的1.2.1 1.12.1这个包 是吧 好首先它是一个圆码包 TAT.GZ 当然也不一定通过这种方式打包的也不一定是圆码包 没有吗 也有可能是二精致的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千万不要看成是 如果RPM的一定是二精致的 这个一定是圆码的 这个不一定好吧 因为有一种叫什么 我们叫预编译 我们在后面学习MySQL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它的打包也是什么 也是TAT.GZ 但是呢 它是一个已经编译过的包 你只要解开就能用 明白吗 所以不要错误的认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确实我们一般见到RPM 我们知道这个不用编译 是吧 一般见到TAT.GZ呢 我们知道什么 这需要编译 明白 如果想要编译安装 这个是有一些兼具条件的 什么条件 第一 我们需要准备软件包 有 第二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编译器 不仅仅是编译器 还有什么呢 这个软件 它可能所需要的一些 酷 对吧 一些模块 或者要依赖才可以 明白 好 那今天我们在讲的时候 可以呢 怎么做呢 以这种你看啊 我下面呢有好多的 错误案例看到吗 我刻意 让大家看到 让大家看到 他缺什么东西 明白 我 也就是说我不会一下给大家做出来 我说清楚啊 我会带大家把这里面的错误案例呢 都让他提示的时候都去看一下 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说照着别人的这个过程直接 敲二来 而是要学会 在整个过程当中学会去 根据实际情况先一排错 明白 好 现在有GCC吗 现在有没有GCC 有没有装 没有吧 好就是没有 好吧 来我们硬装啊 先解开 解开一个会吧 解个会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解在哪个地方呢 解到当前目录 但有很多人习惯是解到 USSR SRC下面 看到吗 这个倒无所谓 现在我们先解到这边 由于这个包很小 所以快速就解开了 那么解开以后 正如我们在前面讲他的时候的一个风格 人家是对什么 对文件夹进行打包和压缩的 而不是文件 如果是对文件的话 我解开以后会怎么样 一堆散文件 那任何的安装过程 都需要进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好吧 就下面我们就在这个目录里面进行安装 其中大家可能看到 这些SRC里面是什么 是他的 C写的那些程序 对不对 代码 好 这边 那至于怎么编译呢 怎么编译 那么在上午 是不是使用GTC编译的 这样的方式编译的 就是延文浩讲的时候 是不是GTC编译的 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 现在可不止一个代码呀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开发人员为我们专门写了一个 c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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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将来指导我们整个编译的过程 就是通常我们去开发一个普通的程序 可以不写一个一个configure的文件 对吧 但是这样的会给编译者造成很大的困难 因此开发人员会写这样一个文件 来我们用于进行编译 好 首先呢 这个它当然本身不是编译的 怎么来编译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点我们叫 我们有一个比较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叫编译的三部曲 像梅花三弄一样啊 一动二弄三弄 对不对 三部曲 这原本安装的一个三部曲 这三部曲呢 通常是先执行这个脚本 config configure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是开发人员给我们定义好的 它有几个功能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你要把你的软件安装到哪去 定义好 同样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会检查你的安装环境是不是满足 所以这个脚本的作用是 帮你来做ABCD这几件事情 我们一会详细的看好吧 我们先来看看 它其中一个任务是干嘛 帮我们去检查 安装环境是不是具备了吧 你懂吗 那我们自己很清楚具备吗 不具备 至少还没有GDC吧 啊 有了 你装了 我就想让大家看一下没有GDC的效果 你只 他还装了 对 你看这这 那我他不说的话我还讲 还差点那个啥 对尴尬了是不是 我刚才查是没有装是不是 好那现在呢 先不要动 我们不装的原因就是为了看到下面这错误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 好多同学说 哎老师这个 这个编写失败啊 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 你看啊 先执行这个config configure 它有没有执行权限 啊 绿色一般都是执行权限 ok 那为什么我们加点斜线 难道不能直接像这样执行吗 能吗 如果如果觉得你觉得能的话呢 说明前面的前面我们在讲前面内容的时候 讲pass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听 好吧 我们讲过 当执行一条命令的时候 他会看这个命令 能不能找到 其中呢找的方法之一就是什么 去搜索pass这个路径 看什么 里面那些目录里面有没有 而如果说你现在这样去执行 他会搜索pass目录说没有吧 那是不是执行不了 而点斜线并不是什么点斜线 这是一个相对路径 你说我们指定路径来执行 好吧 当然你也可以指定绝对路径 所以好多人说 装软件就是什么点斜线 不是这是什么 指定它的路径相对路径 当前目录下是不是这个文件 大家观察一下 上面一共是上面有没有一个叫 makefair的文件 一个叫makefair的文件 有没有 好没有吧 对 这个文件是需要什么时候生成呢 它需要config 这样一个脚本 执行成功以后才会生成这个文件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简单的装 也可以加一些参数 那么我们笔记这边呢 先给来一些参数 看到吗 大家也不妨了 然后先用一下 没关系 关于这个ngx呢 这个讲解我们是在项目课的那块讲解 详细去讲解ngx的方方面面 OK 今天只是当装一个软件包而已 仅此而已 好吧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加了好几个参数 你看我加了一个一个是user 就是这个进程最后是哪个用户运行啊 3w 不过我问一下有没有时间准备好这个3w 没有吧 所以说装的时候可能不会报错 但是最后运行的时候 他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这个用户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组 我们准备把它安装在usr local下的ngx 一般情况 我们一般作为普通学习者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装在usr local下的ngx面吗 我一直在说我们是作为学习来讲装这儿了吧 但是如果作为项目来讲的话呢 不是在这儿 OK 大家都是有规定的 就是每一种目录都是有规范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讲项目的时候 那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严格规范的 听见了吗 都不是说你想装哪装哪 而且装明眼人一看 装在usr local下的ngx就是一个什么 普通的一个学习者干的事情 明白 好 那很显然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ngx所有软件 所有的文件 那么大家想一下一个服务器 所以一个那个ngx这样一个服务来讲的话 它会有什么文件 它会有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 它还会有一些酷文件 还会有一些帮助文件 还会有什么日制文件 还会有什么配置文件 如果你这么搞的话 它装了一起的知道吗 就相对于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这个ngx目录里面的 这个目录它不用事先存在 它会自动创建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会把所有东西装在都装在这下面 这是不对的 OK 这也是不对的 好 然后紧接着呢 后面加了一些什么 加了一些我们说 启用或禁用某些功能 比如说 启用ssl 启用这个什么禁用filter 启用什么什么的一些功能 那比如像这边我们看到withitdp 什么statusmodel 这个是启用ngx的一个模块功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在那个装好以后去干嘛呢 去去那个增加去那个通过这个状态 status状态去看ngx的这个当前的状态 连接的情况等等等等 你不如果不支持的话呢 就没有 好 今天我们又加了个ssl 另外我们又加了一个这个pcre 就是知识政责 同样我再次强调一遍 这些个启用和禁用某些功能 我们只是今天用一下而已好吧 你不要太太过于在意在意它 因为今天的重点是为了讲软件包安装 那如果不写后面这段呢 只写这个康飞个可不可以呢 可以你看啊 我现在来直接看fig 哇立马不错 说什么 好这个单词的认识啊 c编译器 没有发现看到吗 这边这个错误倒是在我的笔记上面有 有看到吗 错误3 说c编译器没有发现 安装方法是什么 安装一下gcc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呢装一下什么 make 好其实gcc就够了 好我们我说了一步步来 yam刚外什么gcc 这个gcc不是很大很小 所以很快装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走一下 看是不是在检查环境啊 他在不断的检查环境 但是又报错了 是不是error 我再说一遍 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这个 看错误消息 他说 这个http的rewrite模块 需要什么 pcre 我这句话有没有 粘到笔上面来 有 是吧 rewrite模块 需要pcre的library 需要pcre的酷 现在有没有pcre的酷呢 有没有 有没有 怎么查会查吗 rdconfig 过滤一下 刚刚那个刚屁 过滤一下什么 最好不区分大要写 pcre 也有啊 是不是也有啊 但这个酷呢 不是他想要的那个酷啊 这个这个不是那个酷 我们现在看到一共找了五个是吧 好 那如果说缺这个酷怎么解决 很简单 装一下pcre-divor就可以看到吗 一般他说要什么酷 都是什么什么-divor 只有这里面才提供 好 我一步一步来做 然后是pcre-divor 开发 嗯 怎么还是五个 是倒是五个 但是呢 这个酷文件应该是存在了 他是在用的时候再去加载 所以呢我们下面呢 再来 跑一下这个config 观察一下看看又报什么错 好吧 好 好 谁又报错了吧 他说 ihttp的gzip模块 压缩模块需要zib library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装zib nable 干什么 divor 当然实际上不用这样一个一个装啊 是可以提前一块装上 这个纸上大家看一下啊 再来走一次 嗯 这个是不是成功了 你看到他告诉我说什么 有一个配置的汇总 他使用的是系统的pcre-e库 他使的是openssl library 啊 这是没有使用 是没有使用吧 为什么没有使用 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只是一个config 我们在后面并没有加相应的参数 比方说没有加这个参数 明白 好 下面呢我们把这几个参数都都加一下 好 这边有一个换号符看到了吗 在前面我们有没有提过换号符 有 有提过吗 有提过吧好像 看ls 也etcr的 etcr的hosts文件 换行 etcr的hostname 再换行吧 再etcr的 比方说这个password的文件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与其说是换行符的话 不如说是转移符 那大家知道本身我们按回车就是干嘛 就是执行吧 那我斜线再回车 斜线就把我回车的功能给我改变了 就不再是回车了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斜线 这个斜线 与其说是换行符 还不如在这边叫转移符 它的作用是什么 把我后面那个符号的意义给我转移掉了 本来如果我按直接按回车什么意思 是执行 现在转移了执行就变成了换行 明白了吗 好 那我这边呢 这样做的是什么意图呢 这样做也没有别的意图 就为了做就是为了好看 看 杠杠user等于3w 就是好看 杠杠group等于什么 3w组 同样的同样问我说 这玩的一个一个敲吗 不需要啊 但是前期你的理解是吧 你哪怕复制一下这个没关系 你得理解 至于敲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不是都有脚本呢 或者有这个自动化的那个工序是不是 所以没有必要敲 这东西不是人敲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英文不好 然后敲不下来 不用敲这个 我们只要在学习过程当中 把这每一个选项的功能搞清楚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样的同样问我说 那是不是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就加这几个参数呢 那不是 根据每一个业务的需求 加了参数了 或者我们开启和关闭的功能也什么 也不一样 那最后一个没有加起线 是因为我想执行了 对不对 好 各位我这次是不是开了SSL 但是他应该会还是会报错 就是我应该是没有那个 看SSL的库 看到吗 那怎么办呢 YAM-Y Instart OpenSSL- 那没有大写 它是小写 好吧 依赖这个不用你管 是不是 好 这就是联网 这就是联网和那个YAM的好处 好了 这一切都OK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它整个执行过程是 再来一遍是吧 再向上的话呢 它就 跑成一行去了 是不是 看到了吗 使用系统的PCRE库 使用系统的OpenSSL库 使用系统的Z-Lab库 那有没有可能还要使用别的库呢 这里看你要干嘛 启用的一些功能 对不对 好 另外它告诉我们 NJX的PASS 安装路径的什么 PREFIX PREFIX是前缀的意思 这两个单词要认识 PREFIX 还有 SUFFIX 这个叫 第一个叫前缀 前缀啊 这个叫后缀 好 那这边我们看 看它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整个NJX安装的基础路径 是这个路径吧 USA logo下NJX吧 它的二进制的脚本文件 Ballery文件 装哪儿的 装在这个路径下的什么 一般说到PREFIX 都指的是这个软件安装的一个 基础的路径 最前面的一个基础路径 没有吗 然后这是它的二进制文件 这是它的什么 模块文件 这是它的什么一些 配置文件目录 配置的前缀 还有它的什么 配置文件 就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还有它的PID文件 PID很显然 里面存的是什么东西 进程的PID吧 还有它的错误日志文件 还有它的什么 访问日志文件 还有它的临时目录 还有它的代理的临时目录 这些呢我们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去专门设置 对不对 好了 那我要说的是 这个软件当然还没有装好 这边只是帮我们生成了一个 这个文件叫什么 叫makefile的文件 看到吗 那这个文件当然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文文件 没有这个VM是吧 好 这是我们怎么去装 生成了一个makefile的文件 然后生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具体的去干嘛 我们叫第二步叫编译了 编译看到吗 把这种高级语言所写的代码 编译成二进制语言 机器语言 OK 编译过程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耗时间的 是其软件的什么 软件的这个大小 可能编译的时间也不一样 小到一分钟 多到可能几十分钟 当然这边有一个建议啊 各位如果我这样回车的话 他可以编译 也可以呢 有一个选项 看啊 叫杠G 后面加一个数字 允许什么同时开多少个作业 看到吗 就相当于同时我们分成多少个作业去开始编译 如果你现在不加的话呢 像这样make的话 make它是按照刚才那个makefile去编译的 如果说你不加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作业 那一个开几个作业呢 取决于什么 CPU的数量 几个CPU 一个CPU吧 几个CPU 8个CPU吧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台服务上编译的时候 就可以make 刚什么 刚J 后面给一个8 加快编译的速度 没意思吗 一般情况我们是直接像这样make 好 下面呢 那就是把那个我们的C的程序编译成什么 我们的二进制程序 注意 它一共有三步 刚才我们完成的第一步是config 对不对 这一步包括指定路径 我刚才是不是只是指了一个路径啊 我是指了一个基础路径吧 其实你还可以指定它的配置文件在哪儿 它的各种东西在哪个地方 没有吗 一个比较成熟的编译的一个成熟的这样一个参数 里面应该有 比如说配置文件的指向 预置文件的指向 还有什么 可能还有这个它的各种缓存目录的指向 明白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就当相当于把什么东西都放到一起 这样是不对的 没有吗 这里面既有配置还有数据 这是不对的 然后以及呢 启用或禁用某些参数 这个是启用 启用或禁用某些参数 还有呢 紧接着是编译 这个编译呢 过程刚刚讲了 按照makefile文件 进行编译 我们也可以使用gonj2 或者gonj 来指定cpu的什么数量 从而对我们的这个编译器进行优化 来提高编译的这样一个什么速度 对不对 好 就完成了已经 大家好多人看到这些乱码 感觉好像是失败了是吧 其实你可以有个简单方法来检测一下 什么方法 还记得这个吗 问号编量如果是零的话 表示上一个动作执行是成功的 否则是什么 失败的 对不对 好 最后 那安装好了吗 没有 你看 USA logo下有没有ngx那个目录有没有 没有 最后插最后一步 make install 所谓的编译 它的编译产生的可执行程序 其实就是在当前这个目录里面 没有吗 然后这个安装了 就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设定的路径 把那些文件各自装到适当的位置上去 说白了就是拷贝过去 make install 安装 你看 其实就是把它给烤过去 注意到了吗 好 这个既然是烤过去 这个动作应该是不是很复杂 比较简单 好 因此我们看到这边 Local 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么在confort里面是它的配置文件 在这个logos里面是它的什么 认证文件 目前是不是还没有啊 在它的sb下面是它的一些可执行程序 这就是ngx的启动程序 各位我们现在装的是圆嘛 好吧 有些人同学问我说 老师能不能这样查呀 不能 为什么 因为只有rpm数据rpm的这个包装完以后 它的信息才会被什么 记录到rpm数据库里面去 而现在是圆嘛 我刚才装的是这儿的 是不是把所有文件都装到这儿的 如果我想把它删除呢 把这个路删除就可以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 我装到这儿的呢 你也不知道 所以圆嘛安装 它其实是不太方便去查询的 明白 当然 有时候在公司里面 如果每个人装乱了怎么样 那不可能 为什么 我刚才讲过 流程 一切都有标准流程 规范 好 这个装完以后 好 装完以后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 NGX不是一个常规软件 它能够启动以后能看到效果 明白 怎么 我再说一遍 NGX它不是一个什么 常规软件 看到效果 怎么看 它的可执行程序是 当然你装完以后 你可以离开这个位置了 好吧 只有在刚才的三步 是需要在那个圆马目录里面做的 以后 装完以后 你可以离开了 明白 好 这个不同的是 和延文浩同学不同的是 它上面只是 它编的只是一个文件 而这是一堆文件 所以我们要写工程文件 然后来进行对它进行一些配置和编译 OK 好 我们来用一下USR LOCAL下的同样 好多人说能不能这样启动 不能 为什么 它没有提供这个脚本 知道吗 除非你后期给它准备 至少现在是没有提供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传统的使用什么 安装目录下的SB下的NGX回车来启动 但是又报错 这个错误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叫EMOGE这样一个级别的错误 紧急错误 我看到吗 它说它有一个函数 GET 什么PW 什么NIM 发现没有这个用户 是不是没有这个用户 我们刚才编译的时候 是不是明确的告诉他使用 是不是3W用户运行 这些没有怎么办呢 对 现在创进下这个用户就可以了 那怎么看效果 很多秘密 PS IUX 过滤一下NGX吧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进程 还记得它打开哪个文件怎么看啊 哪个 1117 1117 11175吧 LL PLC 11175 下面的FD 看到没有 他有打开主P这文件吗 没有 不是没有打开 不是没有打开 是他在运行的那一刹那打开过 是读的 是吧 但是已经呢 释放掉了 或者LS OF 这命令都没有是吧 好惨了 不会告诉LSOF还不记得吧 然后过滤一下什么 过滤一下以这个NGX开头的吧 好 大家看到这是它的一些进程啊 这是它的模块是吧 我们过滤一下以那个什么什么开头的 W开头的吧 哦 这是什么 没有 是什么 11175吧 简单一点 哇 11175打开这么多文件 有些文件模块是它的它所需要的吧 对吧 好 上面的是它的这个 还有它的日志文件 然后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 它打开了一些相关文件 这个是它的文件描述符 对不对 还有它的打开状态是 写的方式 好 我们可以通过N种方法来得到它启动成功的状态 比如说 可以看一下它的什么 端口80是不是开了的 它是不是开了的 TCB80端口是不是开到的现在 好 现在如果想访问怎么访问呢 你得先知道它的IP是122点什么 204是吧 然后但是可能访问不了 因为有防火墙 防火墙呢 可以简单的把它关掉 是吧 临时关闭一下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访问 可能很多同学比较习惯使用火灰浏览器是吧 是不是这个浏览器 我也比较习惯这个工具啊 但是慢慢的大家要尽量一些基本测试 当然可以不用火浏览器 诶 你开浏览器的 浏览器关一下 真机 嗯 没有吗 嗯 它开不起来我就kill掉了 好家伙 钢9合适吗 钢9合适吗 有一个对吧 真有一个 好了这个不要管后面的报错 是192168点多少 12点20 IP多少你们钢 204 是204吗 是 五项204的感觉 192168点12点204 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现在先使用这种 CURL的方式访问好吧 192168点12点204 可以啊 这不是NJX页面吗 对吧 浏览器不知道怎么回事访不了啊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Welcome to NJX 是不是可以访问 对吧 但我使用的不是那个火壶 是 mini行的方式 对不对 好 刚才我们在装整个包的时候 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现在使的是一个正确做法 首先上来以后 先装 先装相应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编译器 还有呢 它所需要的ZNable的库 PCRE的什么 库 还有OpenSSL的库 我是不是给它装好了 所以如果是装好的话 并且你也界定的用户 然后整个装的过程应该就不会报错 明白意思吗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先把这一步先什么 先不做 初学嘛 先不做 然后等到每一个报错的时候 你来学会看一下那个报错信息 然后再来做 好吧 咱们现在不是图快啊 图的是能够看懂啊 图的是看到这个错误以后 我们如何去解决啊 是不是 这个整个安装三部曲里面 再来看一下 第一 Configure 它这个 它这个脚本是干什么的 是帮我们 比如说 定义安装路纪 我们通过一个刚刚 Profix 来定义什么 安装的路纪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去启用或进入一些功能 另外呢 还可以呢 和某些软件关联 比如说Wiz PCRE和PCRE关联 另外呢 它还会检查我们的环境 比如说你有没有相应的那个编译器啊 你有没有这个什么 酷文件是吧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它会报错 是不是 最后最终如果成功的话 它会生成一个叫 makefile的文件 然后make才是干嘛的 才是编译 它将按照makefile的方式 定义的方式去编译 那这个编译的时候呢 时间会非常的漫长 对不对 就最终编译成我们这种二进制文件 make install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最终把我们的这个文件 装到什么 装到指定的位置上去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明白 那如果遇到这个错误 大家看到说 error itdp gzap mod gzap的模块 zlab库没有 那这里的解决方案就是安装zlab 他不带我 对不对 他说opensisl库没有 那装opensisl库带我 他要说GCC没有呢 他没有说GCC 他说C什么 编译器没有 那你就装GCC 是不是就可以了 他如果说的是PCRE 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那装PCRE 实际上在装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他有一个 他可能会有一个 圆码的安装的一些提示 一些帮助 比如说 在有些圆码当中 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叫README 或者叫install的文件 对不对 打开这个README 好像没有没有这个VM是吧 有了 啥都有 好 哇哇 这个文档有效的是在官网上面 好狠啊 这个 要索性去看一眼看 官网 点快一点 哪个是文档啊 Documentation 是不是这个文档 哇 这有什么 安装NGX 还有了管理NGX 控制NGX 对吧 还有一些帮助 how to 如何 如何怎么的 如何构建 从圆码构建 构建呢 是指什么意思呢 可以构建成那个 阿片包的形式 然后 这个 还有各个模块的一些什么 一些参考 指南 好 安装是在这儿 但是我没发现里面有什么呀 安装在Linux里面 是吧 好 我想说的是官方这个安装指南呢 没有什么用 NGX这个服务器啊 从官方如果只是看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用处没那么大 或者是太太过于详细了 我们要的是实战的一些东西 明白 NGX我再说一遍 今天我们拿它来装一下 只是先见个面 拿它来作为软件安装的一个参考而已 明白吗 其实还好 它在装的时候 还没有太多的依赖东西吧 我们还是很能够解决的 张玉 在后面呢 我们大概有三到四天时间 专门学习NGX 明白 专门学习 三到四天 就是我们的项目里面的重头戏 将近五分之一的内容是NGX 所以NGX对我们很重要 包括我们以后去运维网站 那主要也是NGX 明白 各种高级特性或者功能 我们都会讲到 今天只是安装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说今天没看懂 里面那些参数 那可能确实看不太懂 那就像这个模 这个状态模块一样 它之所以启用 原因是呢 我们未来支持什么 查看它的状态 各种连接数啊 这样的一些状态 SSL模块 如果不支持的话呢 我们将来就不可能提供加密传输 明白吗 就像你去访问百度一样 你看 你访问百度.com 你一回车 它立马进了ITPS上去了吧 哎呦下面这什么耳 你别看了 然后京东.com 你看 是不是进了ITPS上去啊 全是ITPS 如果说你的服务器根本就不支持SSL呢 那就没有机会使用ITPS 至少连个机会都没有 明白吗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而已 如果说你不支持PCRE呢 那更惨 什么 将来你想做一些类似于跳转啊 重力像 那都支持不了 就像你看啊 举一个小例子 你现在访问 你现在访问 叫做 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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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DNS怎么解析的 好 关于这个软件安装这块呢 我们只是简单做了一个圆满的一个梳理 OK 好 大家自己呢 从官方网站下载NGX 然后按照这个过程装一下 另外我再提示一下 你在前期可以怎么做 可以先尝试 先不要去装这动作 好吧 最后招完以后 在真机的浏览器上访问一下这个站点 OK 这就是我们圆满的一个基本管理 基本管理啊